歡迎大家來到洛洛曲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Double Chocolate Muffin 材料有黑朱古力96克 這個Meadows的黑朱古力是我推介的 因為用它來焗蛋糕甜度適中 還有流心的感覺 我是在胃康買的 特價37.8有兩包 將它一開四切成小粒就用得了 Muffin上我用了Hershey's的半糖朱古力粒 泡打粉3克 無糖朱古力10克 鹽2克 白砂糖90克 濕冰雞蛋2隻 牛奶70毫升和梳打粉1克 中間麵粉200克 以軟化的室溫牛油120克 怎樣為之用得呢 就是當你的手指可以 很輕易壓下牛油底部便可以了 首先用打蛋器較低速 攪勻牛油 然後加入砂糖和鹽 用中間把牛油發達到淡黃色 飲品 お互動 把鸡蛋液分3次倒入 令到鸡蛋液被完全吸收 把鸡蛋液放入黄色的软毛状态 就可以停手了 把低筋面粉、朱古力粉、梳打粉和泡打粉过篩 用由外向内和切拌手法拌均匀材料 加入烧热牛奶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不要过分搅拌 以免面粉起筋 令蛋糕不够松软 最后加入黑朱古力粒 继续搅拌均匀 然后把面糊放入蛋糕模里 铺上半糖朱古力粒 预热烤烤180度烤18分钟 烤烤18分钟 说得这么快便吃得了 好香呀 冲心希望大家留言和订阅我的频道 喜欢这条影片的就给个like和share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再让我上市 找到几个小朋友 我们也会知道 好